字幕君 - 字幕君 - 字幕君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墨鏡格 有沒有覺得最近的地震好像有點頻繁呢? 墨鏡格住的樓層有點高 最近呢 我在覺得我們家好可怕 那大家可能會聽到 有一些的傳聞就是說 今年呢可能迎來百年週期的大地震 那震度有可能會來到 8以上 那這些到底是不是維艷聳天的言論呢? 還是說實際上可能會出現事情呢? 在1月3號下5.40分晚發生了國有魔6.0的地震 雙北這邊能夠感覺到將近四階的地震 有專家跳出來說 這很可能是海溝型地震的百年週期要來了 國有魔可能真的會達到8以上 那什麼是海溝型地震我們先來瞭解一下 海溝型地震也可以稱之為是隱莫奈地震 莫就跟這邊稍微講述一點地理的部分 這個地震的意思是 今天菲律賓百塊向下推擠時 歐亞大陸的板塊會受到壓力而彎曲 那每一年呢 將會有5-10公分的位移出現 也就是啊 每一年給你跑一點點跑一點點這樣 那這個壓力逐漸在累積的情況下呢 若累積的量能達到一個水平 那地殼將會出現反彈 這時候地震就會發生 連帶著可能會引發海嘯 那你也知道 今天我們談的是板塊跟板塊之前推擠 並不是兩塊磚頭 雖然地震的強大自然是很驚人的 這個震度可能會來到瑞斯規模80-9 那最糟糕的事情是 好時不時台灣就位於兩塊板塊的交界上 所以地震相當的頻繁 那根據中華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教授李希提表示 這種海溝型地震週前的大約是100年 也就是說 每逢100年很可能就會出現瑞斯超過8的大地震 而上一次台灣發生這種海溝型地震是在1920年 也就是說 以2022年去推算 現在已經過了100年的時間了 很有可能海溝型地震發生的時間 將會是在近幾年 那起碼可以說 最近幾年甚至幾十年都是滿有風險的 雖然說這樣只有一點危言聳聽 不過這位教授講的也不無道理 也因為板塊之間的運動是持續不斷進行的 也就是說板塊每一年都在運動 那當今天板塊運動到一定的程度時 就會一定有地震發生 這件事情是必然發生的 只是你無法得知何時將會發生 也不確定規模會如何 但能確定的是 這一定會是一個很大的地震 木槿哥是希望這輩子都不要再遇到這種超大的地震 不然真的是躲也躲不掉 有句話說得很好 地震並不是讓人死亡的原因 進逐才是 難道到時候真的要學電影那樣飛天遁地了嗎? 林希提同時也提到了 這種海溝型的大地震 都會是先出現中大型的地震 接著才會進入大型隱墨帶地震 也就是說前面這種五六級地震 都還只是牛刀小事而已啊 哇塞 五六級地震牛刀小事 Oh my God 後面我們怎麼受得了 台灣人真的生活得好辛苦 那也因為海溝型地震 在近期的活躍 與百年周期的這個情況不謀而合 這讓許多專家更有理由地指出 真正的大型地震很可能將會來臨 那當海溝型地震來臨時 哪一邊的風險最高呢? 有專家指出是在台北 海溝型地震的特點在於 它錯動的面積相當大 所以斷層強度就相對來的低 板塊之間開始錯動時 發出來的震波將是低頻率的震波 而低頻率的震波 用簡單的方式形容就是慢慢搖 不是那種猛爆性的突然大搖 就是慢慢的給你搖起來 看搖的姿勢怎麼樣 有些會很痛苦 有些會很舒服 不不不不 好那聽起來慢慢搖 好像不是那麼可怕 不過你錯了 這對於台北盆地來說 可是相當可怕的 因為這種低頻波的地震 就會帶來共振效應 這邊墨金哥要來科普了 如果你有做過一些實驗 就例如讓聲音為止在某個頻率 就會對著玻璃被發出叫聲 當你的聲音與玻璃的音波頻率相同 使它就會引發共振效應 所有的共振效應最簡單的方式來說 就是當地震震動幅度與頻率 和建築物的震動幅度與頻率差不多 或是相等的時候 兩者的威力將會是相加的 海溝型地震所打出的低頻率的震動週期 大概是1點多秒 而因為台北盆地裡面的土地皆 以成績岩岩石為主 所以在盆地裡面的震動週期 本身就大概是在1點多秒 最後面是房屋的震動幅度與頻率 不同高度的建築物也會所謂的震動幅度與頻率 在10層樓左右的高樓 它的震動週期大概是1點多秒 也就是說 在台北盆地裡面所有房子 將會因為共振效應的結果 而將低頻率的震波加強至2倍 符合同樣震動週期的高樓 也就是剛剛講到差不多10樓的那樣一種 更有可能會有3倍的破壞力 這個絕對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這個效應是真實存在的 所以你得知道這個台北盆地一定會面對這個問題 即便今天不是海溝型地震 若是其他板塊也影響地震 若是屬於低頻率的震動週期 同樣會引起共振效應 呃... 啊...台北盆地會有共振效應? 啊房子還賣那麼貴? 啊是怎樣? 那...雖然低頻率的震動搖晃並沒有到非常強烈 但是當今天震波來到台北盆地時 頻率的震動和共振效應放大的話 那將會造成相當程度的建築物損壞 台灣現行法國的新建築物都有針對耐震去做設計 但這並不包含這種受到共振效應的影響 即便新的家或建築物都有做耐震設計 但是難保在共振效應的加成之下 建築物還能夠撐下去不被破壞 那更別說那種已經屋領到了30、10年的那種 那破壞力絕對會是相當的恐怖 不過這種海溝型地震是否它真的會發生呢? 這個名詞並不是第一次出現在民眾的耳裡 一直以來都有專家學者在預測 地震的出現將會是在近期 只不過一直都沒發生 有專家學者認為 人類現在都還沒有預測地震的本事 即便目前數據上的確是有百年一次的大地震 但這也沒辦法把時間往前拉得到更多數據 和目前現有的數據並不夠多 可以說這種海溝型地震確實有機率會發生 但也有可能不會發生 因為目前一切都只是推測 你很難鐵口折斷地說 這種海溝型地震將會勢在比型 不知道 而且通常海溝型地震的第一頻率的震波 雖然說搖晃劇烈 但實際上破壞力卻比較小 我指的是其他地區 但台北…就不好說了 那到底為了會發生什麼事情並不知道 但是能夠知道的是 共產效應確實是存在的 第一頻率的震波將要影響到台北盆地 使得搖晃更加劇烈陣性也是確定的 多一份防範未來將會有比較嚴重地震災的心 是正確的 對於這種未來不確定是否會出現的大型地震 暴時的警覺一定是比較好的 正所謂生於憂患死緣了 不過也沒有必要 為了一個不知道會不會發生的大型地震 每天擔心都吃不下飯 那這種的話就太誇張了 大可不必 倒是 你是可以先好好了解一下地震來時 到底該怎麼樣去應對 墨鏡哥也有拍過一系列的影片 有些在很多人心中根深蒂固已久的那些錯的姿勢 應該把它拿掉了 什麼黃金三角 什麼跑去先開門什麼的 這都是錯的 針對大部分情況來看的話 直接趴下掩護穩住就是最重要的 有桌子當然就躲在桌子底下 然後保護好你的頭部 當然狀況很多 詳細情況的話 可以去看墨鏡哥拍的這幾集 好了 那當然是希望這種地震是不要發生比較好 只不過這有點不切實際 遙想當年9月的地震災情是慘重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已經忘記了 那這也是因為人們這樣子容易失去警惕心 人們總是健忘 所以呢 災難總是一次又一次的發生 傷亡總是一直都有 當然這很難避免 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歷史的教訓 然後希望大家災難來的時候 都可以謹記教訓 然後平平安安 這樣子就是最好的了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可以訂閱我這個頻道隨便啦 大家會一定要的 大家會幹嘛不知道啦 那我們就明天見了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